你敢信 孙悟空离开花果山十几年 等他回来后却发现早就已经改天换地 首先就是水帘洞天被建成了一个隐藏在洞天伏地之中的电影 同时像什么修炼房 对战房 聚灵法阵 防御法阵等设施 全部都建造完成 现在的花果山 才是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妖族联盟的模样 乌拉拉 舒坦 各位兄弟们 都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哦 对了 俺老孙还有一件事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我这次外出得到了不少妖族的顶级功法秘籍 所以想建造一座通天塔 将这些功法秘籍都给放进去 每三年进行一次比拼 获胜者可以得到进去挑选功法的资格 你们看怎么样 大哥 真是好事啊 没有问题 等一下 咋了这是 我的内务大总管 大王 您刚刚说的事情我不反对 这确实是对花果山发展的大好事 但是没钱啊 咱们联盟没钱了 差多少 不是差多少的问题 是根本就没有了 如今我花果山建造了这么多的设施 早就已经将上次您从东海带回来的宝贝给消耗殆尽了 为此还欠了许多的外债 听到这话 悟空顿时就愣住了 自从他当上这妖族联盟盟主之后 可从来没有真正的管理过花果山 一直都是一个甩手掌柜的形式存在 至于钱的事情 他就更没想过 破槽 不是吧 这一查我怎么没想到啊 难道又要去四海龙宫敲诈一笔吗 不行 他们才告了我的预状 再去的话 把他们给逼急了 怕不是要剑刀子了 或者说去地府 不不不 也不行啊 现在阎罗天子回归地府 我总不能去敲诈朋友吧 想到这里 悟空的心里很是犯难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到底怎么样才能搞到这么一大笔钱了 想着想着 他的身影便来到了广场的上空 在看到前面众多的妖族之后 心里顿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冷轩 你过来 怎么了 大王 下面的这群人是谁啊 四大步骤前来投靠我花果山的妖族 好好好 从现在开始 想要投靠我花果山 必须带着孝敬才能加入 大王这是咋回事 坑人坑到自己人头上来了 大王 这 这不太好吧 这有啥不好的 你想啊 现在我花果山不仅有功法秘籍 修炼场地 还有巨灵法阵 护山大阵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现在的花果山可以说是三界内的妖族圣帝也不为过 既然是圣地 怎么能随意加入啦 你看天庭和灵山能随便让人加入的吗 说到这里 冷轩的心里豁然开朗了起来 兴奋地说道 大王牛逼 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早点想到了 对了嘛 如此可教也 不过具体的条件你和牛魔王他们商量吧 俺老孙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一下 随后 只见悟空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 而冷轩则是回到仪式大厅内 将这件事给告诉了大家 众人在听到后 顿时就觉得亚麻呆住了 我就知道什么事情都难不住大哥 好养的 这才是我的真大哥 好办法 如今天下群妖分散四方 我花果山需要的是精英 是人才 没有那么多资源分点那些浑水摸鱼的乌合之众 是应该设下一个门槛 不然的话 捡来的都是一些垃圾 只会拖后腿 不如不要 那你们觉得收多少钱才合适啊 谈钱太足 咱们就以宝物来论吧 一人至少一件后天领宝吧 听到这话 众人顿时觉得牛魔王的心真是太黑了 要知道他们这些妖王使用的都还只是后天领宝 而冷轩作为内务大总管 自然清楚要是放出这个条件才能加入花果山的话 那估计天下群妖都得骂花果山高层是一群剑前掩开的人 算了吧 这件事我看还是从长计议 刚好最近有好几股大妖王要来投靠咱们 那就从他们身上想办法 先把建造通天塔的事情给搞定了 随后 冷轩便转身飞走 而此时的焦魔王心里则是乐开了花 我原本以为大哥的心就已经够黑的了 没想到二哥的心够黑 有这两位熊长在 花果山想不壮大都不可能 谁 是谁在骂俺老孙 沐晨轩 你哭个啥 俺老孙这不是把你给救出来了吗 悟空兄弟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三五年就会回来的吗 现在这都过去十多二十年了 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记了 俺老孙这不是被事情给耽搁了吗 怎么 你是在怪俺老孙回来晚了 不晚 一点都不晚 只要悟空兄弟你回来了就好 这还差不多 另外悟空兄弟 你不准备把九龙巨星的封印全部解除掉 释放出星辰灵气来滋养花果山吧 不 现在还不是时候 若是现在将封印全部解除 到时候星辰灵气将扩散至整个花果山 虽然这对花果山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但若是引起了天庭灵山的注意 他们绝对不会放任这样一个将来的圣地被妖族掌控 今时 恐怕他们会倾尽全力将花果山给彻底歼灭 那这些星辰灵气就这么封印在这里不利用的话 实在有些可惜了呀 谁说不利用的 你给我看好咯 随即 只见悟空伸手一指 一个灵气阵法便向着封印飞去 而在这阵法的中心位置 只见一次丝星辰灵气往反地向花果山上方流动了去 妙啊 悟空兄弟 你这样做只需要将星辰灵气给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那天庭和灵山绝对不会察觉到 聪明 另外慕尘轩 俺老孙问你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还能有什么打算 我现在虽然脱身了 但也没地方可去啊 只能先去你的花果山带上一段时间了 顺便将我的本源给补充一下 以便早日回到准圣的境界 乌拉拉 舒坦 俺老孙的花果山终于有一个震得住场面的强者了 随后 就在悟空还想和沐沉轩去叙旧的时候 只听一声震天的爆炸声从地面之上传来 大爷的 谁特喵的敢跑到我花果山来闹事 找此不成 阿弥陀佛 六尔弥猴 乖乖地跟本座回灵山 你做梦 我六尔弥猴是花果山的人 想要带走我 除非带走我的尸体 阿弥陀佛